底下一个问题是修建房屋 装饰家具等用的尤其毒害很大 对人身体有严重的染污 对大自然的空气有什么影响 当然也有严重的影响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现在的人很可怜 过的不是健康的生活 就像这个无量寿经常讲的 饮苦是毒 你所喝的饮料是苦水 你所吃的都是毒 你看我们吃的是肉食 又更不必说了 这些动物都是吃的化学饲料 所以人吃了怎么不长病 植物有大量的农药化肥 所以通通变质了 人太可怜了 如果我们小的我们可怜了 就应当下定决心 认真念佛求生净土 我们为什么不从这个世界 移民到极乐世界 这个是最聪明的选择 智慧的选择 应该这样做才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